历史会记住 沙利文和杨洁篪在罗马的这次会谈 有些网友们说 通过这次会面 西方基本上确定了习近平的最终选择 出手军事援助俄罗斯 也有些网友们说 他的这个选择不亚于当年 慈禧太后向11个国家宣战 还有网友在疑问 西方如何评估和应对 中国与世界为敌所造成的后果呢 让我们从英国卫报的Guardian的一篇报道说起 德国之声记者杨卫廉 为这篇报道做了一个系列推文 在罗马会晤后 美国官员担心 中国已经决定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期间 向其提供经济和财政支持 并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装无人机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这是一次长达7个小时的紧张会议 反映出当前形势的严重性 以及我们对保持沟通两道畅通的承诺 这次会议不是关于具体问题或结果的谈判 而是坦率直接的交换意见 当被问及是否成功时 这位官员回答说 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成功 但我们认为 保持美中之间的沟通两道畅通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在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 然而美国人在离开罗马会议时 对中国政府将改变其支持莫斯科的想法感到悲观 另一位熟悉相关讨论的美国官员表示 这里的关键是首先让中国重新计算和重新评估他们的立场 我们没有看到这种重新评估的迹象 他们已经决定将提供经济和财政支持 他们今天强调了这一点 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会走得更远 这位官员还说 双方都明白 他们是不同的政权体制 这就是问题所在 CNN报道 俄罗斯军方也要求中国提供军用方便食品 这凸显出 俄罗斯在一场比预期更持久 更激烈的冲突中 存在的严重后勤问题 华盛顿对引导中国放弃 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持悲观态度 因为他认为中俄这种伙伴关系 是自上而下的 这其实是习近平的一个念想 他完全从根本上支持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即便下层有更多的怀疑 但习近平和普京已经建立了联系 因为他们都认为 美国是高压和专制的 并决心结束美国在全球的主导权 这位美国官员还表示 美国认为 这里的关键是美国与欧洲 就中国暴露的全球政策和优先事项 进行仔细的对话和讨论 我们的目标基本上是谨慎的与中国接触 让欧洲人一直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但如果中国明显正朝着另一方向发展 那就顺其自然吧 路透社Reuters在罗马会谈后 发了这样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杰克·沙利文在会见一名中国外交官时 对中国与俄罗斯的结盟表示担忧 警告北京方面 如果北京帮助莫斯科入侵乌克兰 将面临孤立和惩罚 路透社的报道还写道 一位美国官员说 这是真实的 有影响的 而且确实临人担忧 尽管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公开证据 来支持其官与中国愿意向俄罗斯提供 此类援助的断言 最近几周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官员试图强调 站在俄罗斯一边 可能会对贸易流动 新技术的开发产生影响 并使中国面临二级制裁 还看到了Bloomberg彭博社发了这样的推文 中国外交部王毅表示 中国希望避免受到美国因俄罗斯战争而实施的制裁的影响 这是北京方面迄今在美国惩罚性制裁问题上发表的最明确的声明之一 他们的报道中还写道 王毅在周一与西边亚外长 赫塞曼努埃尔 埃尔巴雷斯 就乌格兰战争进行电话交谈时表示 中国不是危机的一方 也不希望制裁影响到中国 中国有权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周一 中国驳斥了有关俄罗斯武器请求的最初报道 称其位虚假新闻 而俄罗斯则否认 他向北京寻求帮助 称他有足够的资源赢得这场战争 双方尚未对有关武装无人机的报道作出回应 中国一向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和阿联酋等国出售武装无人机 华尔街日报记者强纳森 发了一条美国国务院新闻简报的推文 前几天 我赌了一位中国官员的声明 称情况很复杂 这并不复杂 偶无冲突是赤裸裸的侵略 俄罗斯选择的是战争 他们的文章中还写道 发言人普莱斯还说 多年来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一直在吹捧和挥舞主权的概念 在任何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中 经常以任何方式指向主权 如果主权的概念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 在实践中哪怕有一点意义 我们中国就应该站出来 直言不讳地表明 公然侵犯别国家主权是不可以接受的 这种侵略 我们在本世纪 迄今未止 从未见过 在这一轮爆料中 步步领先的金融时报 The Financial Times 发了这样的一篇专栏评论 它的题目是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冒着失去西方的风险 他们的文章还写道 中国在能源和粮食方面 几乎不能赐给自足 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 其经由美国海军主导的 亚洲海域的补给路线 固有脆弱性 海上封锁的可能性 无论多么渺茫 都与美国冻结 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外汇储备的很大一部分的能力 相匹配 北京正确的做法 是向普京施压 并加倍努力 实现停火 中国可能会认同 俄罗斯政权对西方世界的看法 但它不能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 具体来说 正如中国知名学者胡伟 本周在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中 所主张的那样 北京方面的主要目标 应该是避免被俄罗斯将其拖入战争 并采取行动 防止事态升级 以向中国问题比较激进的 美国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发推文说 俄罗斯正在向中国寻求帮助 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削弱自由 削弱西方 削弱美国 世界需要最终意识到这一现实 那么推特网友看到黑利战的推文之后 有哪些想法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由这位网友分享他的观点 俄国去中国求助 是因为他们被打败了 他们就是不肯承认 对俄罗斯来说 中国充其量是一个脆弱的朋友 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盟友 如果中国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 他们就会抛弃俄罗斯 如果你真的被告知 你就会知道这一点 还有这位网友分享他的看法 世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何最好地处理 中俄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 可以是诚实政策辩论的主题 但出于政治原因 你很可能只是想开火 参议员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卢比奥发了这样的推文 更艰难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 因为我们过于依赖中国和罗斯 这样的独裁国家 我们需要生产和消费更多的美国造 网友们看到卢比奥的推文之后 有这些想法 首先由这位网友评论到 现在就打开美国能源生产的闸门 还有这位网友分享他的观点 消遣政府开支会有所帮助 债务让我们窒息 让我们的美元大幅贬值 之后由这位网友不太同意 楼上的观点就评论到 我们的美元在哪里大幅贬值 美元在过去五天里上涨了约1.02% 过去一个月上涨了2.8% 全年上涨了5.9% 美元汇率仍处于2020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华尔街日报就普京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 作战的一个描述 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习近平在过去十年里走得很近 他们用富特加干杯交换友谊宣章 随着西方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实施制裁 中国可以给俄罗斯提供帮助 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帮助 那么其实昨天这条新闻被大家忽略了 中国在沙特的这一行动 或许对美国的伤害超过一场战争 彭博社Bloomer的推文写道 在道琼斯的一篇报道称 沙特阿拉伯正在积极谈判 以人民币为其向中国出售的大部分石油计价后 人民币汇率月升至当日高点 他们的报道中写道 道琼斯原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与中国就人民币计价石油合同的谈判 断断续续已经持续了6年 但今年加快了谈判 因为沙特对美国数十年来 保卫沙特的安全承诺越来越不满 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 让人们对美国货币市场以外的 其他货币市场产生了质疑 鉴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人民币是一个特别受关注的问题 与此同时 从野门内战到围绕伊朗和项目的潜在谈判 沙特与美国的关系 一直受到各种问题的冲击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推特网友看到文章后有哪些想法 首先由这位网友分享他的观点 如果他们乐于将自己的储备掌握 在一个威权政权手中 这个政权可以在反复无偿的情况下 变成极权主义 那就祝你好运 还有这位网友的评论 高过了新闻 用什么货币进行交易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决定用什么货币来保存收益 一 用人民币交易 然后转换成美元 投资于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二 用美元交易 然后转换成人民币 下面一条推文被些网友们说时 形象地比喻了中概股的处境 中国政府打压他 美国证监会要把他赶出华尔街 全球的网民都不待见他 他的推文写道 中概股 这个世界不要暗了 路透车中国对中概股的报道是这样的 美国江储部 让中国在美国存脱贫证退市 这让中概股的投资和上市前景更加暗淡 那么美国存脱贫证是什么呢 在网上看到 是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的首字幕所写 又称美国预托证券 是大多数的外商公司 在美国股票市场交易股票的方式 路透车的报道还写道 美国证券监管机构认定可能因不符合审计 要求而从纽约退市的中国公司的举措 正促使更多基金经理退出所持股份 并降低近期新股上市的前景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上周首次确定五家中国公司可能面临退市 其中包括肯德基运营商 百胜中国控股Yum China Holdings 彭博社Bloomber也是对中概股的前景做了预测报道 一些中国公司正在面临被纽约证交所 和纳斯达克强制退市的前景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他们的报道中写道 如果一些中国大牌股票拒绝让美国监管机构 看到他们的财政审计 他们将面临被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退市的前景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在前总统唐纳德·特兰普·Donald Trump执政期间 开始恢复对海外公司的审计 目前仍在乔拜登州拜总统的领导下继续努力 阿里巴巴集团 阿里巴巴 Group Holdings Limited和百度等200多家公司 成为监管机构的靶子 尽管这一过程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但投资者已经开始关注 那么网友们怎么看待彭博社的报道呢 有这位网友评论道 那些拥有不透明企业主和做法的公司 是时候退出交易所了 那么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 感谢你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赞也可以关注 同时要是你有那些有趣的话题 想看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 And we will see you all on Friday 我们周五见 拜拜 拜拜